我們還來的四位稻親大家玩 這個禮拜剛好又輪到師傅排班來這個屏東跟排行的共修 那因為師傅最近在忙一些開放的一些 再加上我們彰化稻草 安座也剩下一個表演 所以師傅也都在忙 一些安座的金尊的問題 那麼彰化稻草的金尊已經全部都施工完成 目前已經在佛祁店在等待 把他印回來而已 所以師傅這段期間就會比較忙一些 彰化稻草的一些事宜 跟現在在桃園開放的一些事宜 但是那以後 如果跟桃園或許會有些小混動 好那我們今天的課程來先進去師傅之前所上的聖連宮的弘道精神的宗旨 其實師傅之前上的聖連宮的弘道宗旨系列 已經有講很多單元 那麼最早的單元是從我們的道統 彌勒靖土聖連宮的三寶薰法 彌勒靖土的這個因緣 來介紹聖連宮的三寶薰法 能夠在我們聖連宮短期間之內 能夠開放這個武方道場的一個因緣 逐步的行程甚至非常的成功 那麼最大的原因是我們這個三寶薰法的淨土 殊勝的地方有別其他的母娘系統的靈山道場 這個有別 所以有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這邊所有的道心 就算你有靈美體質的現象 然後我們這邊修行 是不用去跑靈山也不用去會靈的 也不用受金爪也不用受連會 但是唯一就是你要歸一求到以後 你的靈界的問題 我們也是透過我們的彌勒靖土三寶 為你的祖先跟冤親在主 靈界歸一以後 讓你得以這些靈干擾的問題可以解除 這個在台灣全省有這個母娘系統在走靈山道場的 可能我們聖年宮可以可能一枝獨秀 可能外面你可能找不到 你找不到 所以聖年宮可以在台灣這個地區 這麼短暫的迅速的這種成長 或者在這邊站進一個舞台 甚至連一貫道的很多講師等傳師 都來我們道中歸一 因為他們本身也有靈的問題 才來讓我們處理 甚至很多都已經三十年四十年的 一些資深的點傳師 在板橋就有三四個 那如果是一貫道的道親那個更多 那幾乎搞不好在座就已經有好幾個了 那所有的道場幾乎都是有 那佛教的出家人來我們台南歸一的 就有兩三個這應該大家知道 而且是佛光山的出家人 還是佛學院畢業的 這個就是我們台南道場就七年所見 那這個是為什麼他們出家人會來這邊 也是被靈干擾他們沒有辦法處理 來我們這邊處理完以後他們 皈依 那這個你看各位 他們是專業的出家人 每天眼睛打開都在練精超度了 那為什麼眼睛在此沒有辦法超度 所以從這邊也讓我們的道群相信 練精是沒有辦法超度的 要身體力行才有辦法超度 也讓你們親人所見這個 見證這個事實 非師父在這個上課這個頻道裡面 在批評說練精沒有辦法超度 因為上天已經度那麼多 包括頂傳師佛教的出家人 來應證給各位看 給各位看 如果你 人家佛光山那個出家人 你說他沒有在修嗎 有些在家其實他搞不好真的是 練精就像在怎麼樣 在應付應付 那個你說他沒有修還是有可能 對不對 一個觀道的頂傳師 一個佛教的出家人 你不能說人家沒有在修 是不是 那他為什麼要來找我們 就是聖靈光山 一種殊勝的地方 就是各有天命 你看心理法師 燒起來有色例子 你說人家修的不好嗎 絕對不可能 對不對 人家一觀道可以弘揚萬國久舟 你說他們真的不好嗎 絕對不可以這樣子講 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處理 他們沒有辦法處理 結果就是我們聖靈光 真正做到三朝普渡的這種天命 所謂三朝就是天朝 地朝人朝 那麼剛剛師傅在講這個靈界的問題 在聖靈光處理最多的就是地朝 地朝 那像佛光山他們主要是人間佛教 是屬於人朝的部分 一觀道大部分都是注重在人朝的部分 因為遇到地朝的部分 他們完全就沒有辦法處理 對不對 那我們聖靈光這邊有很多七天神靈子要來辦事 才能晉升的 這個就是天朝的部分 那聖靈光這邊真正的 那這邊又有一個淨土三保新法給各位歸一 那這是不是人朝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聖靈光上渡七天下渡地獄栗 中渡人間萬寧 三朝普渡縮遠 的確在我們聖靈光的三保新法裡面 見證了40 而且在這幾年的 這個這個半道的過程當中 從經驗跟禮跟一些實證裡面 讓聖靈光的立正跟見證越來越多 什麼叫做天明 不是你可以跳檔唱一個靈歌就帶天明 不是 你現在是一個當地 因為你沒有辦法傳道 你沒有辦法傳道 天明為之率性 就是要能使眾生的靈性復活 回歸本來的面目 這個才叫天明 那當地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對不對 他搞不好連講經說法都不會 更不要說有什麼淨土 所以很多外面凌三道場 很多通靈是很厲害 但是講到傳道 他們根本是不會的 有些道場就說 你如果 你這個信徒 你是佛教徒來的 你就說 我怎麼回向我 言親在者 你就念佛 你如果一貫道來 他就叫你 除五字真清 你如果密宗來 他就叫你 慈密做 那一個道場 你的信徒 黏的叫他黏密度 黏的叫他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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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的叫他黏的黏的 那到底你這支道場 是用什麼來傳道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道場有這種現象 證明一個事實 這個道場是沒有天命的 因为它本身没有一个净土跟法门在传道 所以称不上什么叫天命 那圣灵宫有没有 就是因为圣灵宫的天命真净土真 所以才可能在板桥道场 发展到台南甚至于屏东现在的彰化 那目前已经桃园道场 道场买卖已经成立 所以五方道场就已经成立 那你各位也会问说 师父你的能力这么强 为什么只开五方都开一间不行 这个当然是有由来的 因为师父自从领 玄宫老子跟妖子姬母的指令当下 那母娘跟玄宫上人就有跟师父说 你以后是要开五方道场 我问她说什么叫五方道场 我以为如果以这个五方道场来说 五方道场是东西南北中 对不对 因为师父对这个五方也有研究 所以我知道这个道理 我问她 去花园东风开那里有什么开门吗 是不是 她说不是 我的五方道场是 你以为对台湾和台湾要开五方道场就行 然后你看我们台湾和平东都属于南方 对不对 彰化就属于中方 北部跟陶原其实都是属于北方 对不对 那我们五间道场现在已经 陶原道场已经购物完成 那也可以说说已经是迈向五方道场了 就是因为师父自从办圣年宫降旨以 这个陶原上年降旨在圣年宫 让我们传这个三宝新婉 明日净土的这个当下 就赋予师父要完成五方道场 那么去年我们在开放彰化道场的时候 其实因缘也是非常的殊胜 我们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一间 一千五百万的道场 完全没有贷款 这个是真的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师父在开放的这个路程上 从来不会去要求你们每一个归月道庆 出去要负责多少钱都没有 都是你们自己愿意才做 不愿意师父也不会说 某某人家这跟开放都没赞助 你阿伯伯不来 师父讲什么呢 所以在这种没有去强迫道庆 要协助开放的道场 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上千万的道场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对不对 这是不简单 那这次陶宛道场也是一样 资金如果总的预算可能会有两千多万 那目前看起来 因为所有的阴影蛮记住的 因为阴影协助师父的人已经都有表白 那看起来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们的五方道场 目前看起来是可以顺利完成的 顺利完成的 那我们桃园的阴影 当然有很多因素 当初我们彰化道场在开放的时候 有很多道兴器是在台南 所以台南自从彰化道场开放的时候 人数就下降非常多 下降非常多不是因为我们这边 人员流失 当然流失可能会有一两个 甚至有些是根本就是被道场除名的 所谓出谋就是不守规矩被道场除名的 对不对 那其他其实都是彰化道场 那彰化道场现在的委员有快160 那比现在这边还要多 那所以彰化道场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开放 那屏东现在也是非常稳定 就像我们台南道场 从这边培养到屏东的一群人 包括培养到彰化道场一群人 那这个台南道场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持平稳定的 这个成长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道场 对不对 那现在桃园道场如果开放起来 我们可以下降板桥的人员 现在在桃园新竹苗栗 甚至于在三英地区三峡地区 往要开车去板桥的 因为那边不好停车 如果以后在桃园道场 可能新北市靠近桃园地区的那些 可能就会往桃园走 因为那边好停车 对不对 那桃园道场的开放可能就是会让 像当初彰化道场的开放 下降台南道场的人员的因素感官 那时候桃园道场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你看师傅来的客几乎都超过一百人以上 做到外面的那个防线出去 对不对 现在下降你看都不会了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这个那板桥现在也一样 三六日 他们是因为疫情时间 我们最有就分流 三六日只要师傅在几乎每一场都超过五六十个人 那桃园那个板桥道场有加入副主委员 总共现在已经有两百五十几个 那没有加入加起来你就知道他的人事的可怕 对不对 那以后如果桃园道场开放可能会下降 差不多三分之一下去 那也可以怎么样 舒缓板桥 因为板桥道场它是在四楼五楼 不是像我们这边是在一楼 疏散人流会比较好疏散 你这个楼上就不好疏散 所以桃园道场起来可能就是 也会能够疏散板桥的人流 再加上自从这个疫情以来 桃园机场做管制解封以后 我们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大陆 包括最近也有日本人 来我们彰化道场皈依的 陆客在屏东道场跟板桥道场皈依的 还算是蛮多的 还算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圣灵宫走向国际路线的这种远景 也因为疫情解封以后 已经呈现了一个光明的现象出来 那这些国外的道经是怎么进来的 都是因为我们的云端网路吸引进来的 我们圣灵宫现在的云端网路 做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成功 他们都是在云端网路看到过来的 然后有一群人过来皈依以后 回去又大量的替我们分享 现在人数越来越多 这些人以前都去彰化皈依 所以他们一下桃园机场的时候 他们如果住桃园 他们要去道场就要来来去 因为彰化没有办法让他们住那么多人 所以他们每天就要来来去去 如果住在彰化饭店的话 他们要回去的时候赶班机的时候 又害怕路途塞车万一时间赶不到 就有这种里程交流 对不对 那现在桃园道场开放 他们就没有这个里程交流 他们可能就会在桃园机场附近住宿就可以 其实到我们道场顶多在二十几分钟就到了 就到了 是不是 那这样子我相信 从国外进来的归一道经 愿意带人过来就会越多 因为像之前师师兄就说 师傅我带这一台压力很大 万一这个飞机没有搭上的话 我不知道对他们的家人怎么交代 会不会压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们还愿意带人过来 如果没有这个压力的话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更乐意的带人过来 一定会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桃园如果开放成功 这种国际大门的门就会开得越大 就会开得越大 那甚至于呢 有一些就是我们讲旅行就用跑单帮了 就是他们个人就带了两三个过来的那个 那现在这个道场又可以规划让他们可以在这边住宿 对不对 那如果可以让他们住宿 是不是又更方便 像我们上个月有一个苏师兄 他带了他两个儿子还有一个 一个侄子 加他就四个人 他因为那天是要去 刚好是礼拜四要去彰化道场归一 所以他们礼拜三来到桃园机场租了换店 隔天坐高铁去到彰化 然后坐机灵车去彰化道场 一直在那边供修到六点多的时候 他们又从彰化坐高铁到桃园去换店住 隔天八点的飞机回去 这样是不是很赶 如果他们像那个四个人就可以住道场 就不用这样跑来跑去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台湾道场的成立 其实对未来我们国际路线的道亲的一些 如果人是比较少的人 如果他们不嫌弃 因为他们从可以坐飞机来台湾归一 大部分目前我们这边有来归一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社会上层的人 对不对 那如果他们要住舒服于等那时饭店 但是如果不嫌弃的话 那道场就卡住了 我师父在上两堂课有讲 那个新加坡的道亲就有打电话给师父 师父啊 不会啦 我们还是觉得道场好 你们高兴就好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们好不容易从新加坡就是要来道场 能够住道场也不错啦 所以没有饭店那么舒适 对不对 可是他们的心在道场 当他们的心有道场的时候 你又够睡肚子就觉得很舒适 是不是啊 如果不舒适的时候 你又用一件别状态 他也不觉得舒适 这个时候叫做人的心 各位相信吗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儿去镜头 如果有很多好的人 你看大家不是睡中坡 睡得很高兴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人的心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道场起来 我觉得那个在时隔以内的这种从外国进来的道亲 可能他们如果没有嫌弃 他们可能就不必在外面住宿 可以在那边住宿 然后隔天要回去 也不会有这种礼场焦虑 也不会有这种礼场焦虑 所以这个到桃园道场的开放 那个真的如果要把国际路线打开 除了地点 因为我们在观音乡 那观音区 桃园市观音区 所以他那边跟那个大远跟那个桃园机场 因为桃园机场那个航空城已经 已经到了那个观音区了 他已经坐到观音区那里 那个航空城差不多有六分之一的土地 已经进入了观音区 所以那边其实离桃园机场是不会很远的 不会很远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道场如果够大 就可以让国际道亲进来的这种几率就又非常的高 那真的是迷路主持持悲 他在彰化道场这样子的时候 叫那个主委和副主委在那拨杯 就坚持他在他爱什么座风味 他那边都拨无 那地方你们有看到 拨无就是拨无 就跟他拨就说要坐困园的 坐困园在这个《易经八卦》里面 就是做西南朝东北的 那就是这一间刚好就是做西南朝东北的 那么这一间又符合师傅规划桃园道场的一个理想跟构想 构我们使用 构我们使用 因为它地平五十一平 一个楼整的三十六平 总共有一百八十平 如果扣掉铁不一这边至少还有一百四十四平 那这个是非常大 所以从规划上它可能就是会比较有这种房间数可以让一些这个比较从远方来的一个道庆可以住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才回去的 那就会方便 所以这个对开放会不会也有注意 是会有的 是会有的 再加上国际的人 如果下机场到这个道场是方便 没有里程交流 那么可能也会再启动他们度人的辛苦 会就更强 会更强 甚至于个人带人过来三三两两 那个坑就会更多 可能就会更多 目前已经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来归宜包括香港的 那么现在人士已经有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 我觉得可能已经有议约过年后要来归宜了 目前已经有十几个 如果人那些都算计算有三四十个以上 这个是一个不断的在扩张在发展的一个倾向已经出来了 难怪现在我会这么急 要去开放 要去开放 我们今年原神灯有一点怪异的速度快 可能也是这一年轻轻要开放的那样 不然怎么会那么怪 去年我们搬到六月还在说你要不要等一等 今年六月 对不对 你来还有一点 是不是 因为今年九天就过去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有点怪怪 对不对 我们很多旧道亲 我们的负责人 我们的负责人比较好意思 那没问题 我比较慢这么多 因为我们定年就補到过年还有春 结果定年的时候 我们不跟那些人走着跟你说 你就没办法 是不是 所以产生了这种现象 产生了这种现象 然后让我们在资源上 因为原神灯的缴费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了 让我们在开放道场要付投期款 跟目前目前已经三四天就已经有开放的基金已经一定输进来 所以我们的投期款要七百多万的已经是达表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这个好像有一个非常非常顺利的一个因缘 那这个绝对是上天开放的指令 因为是有下来才会有这么顺的这种因缘 顺的因缘 那彰化道场其实似乎一直规划以来就是要能够走向国际路线 走向国际路线 因为我们国际道群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圣年宫这个新法这么好 也不要只在台湾人才有机会 因为母娘就是要让大道普团 不是台湾人求道就普团 对不对 台湾就全部求道也两三百万而已 是不是 那不可能全部都来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要走向国际才能度更多人 这个也是一个道 一个新法好 我们要能够普团出去的这个宴力 师傅自从有新加坡道群陆续进来的时候 师傅就跟仙佛发一个宴 如果我们以后外国道群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有一个道场能够让外国道群来方便 那当然我的许愿就是在桃园 果然这个宴好像仙佛之碑也给师傅一个机会 对不对 那看起来是已经阴眼有成型了 越成型了 那师傅要把这个道传向国际的目标 就开始这扇门就又打了越开 打了越开 所以真的人在做天在看 这个师傅现在终于相信 师傅其实道场已经有时间了 那么其实师傅一直都把圣灵宫的资源用在圣灵宫 师傅只是领薪水 一个月来两万三 对不对 你们谁要做 不然明天师傅换你们做 有没有人要做 其实师傅真的是在办道 不是为了魔力 不是为了魔力 那每一个旧道群 因为有参加过 这个台南屏東彰化开封的道群 都看到我每一个道场都经营得非常的成功 也做得非常殊胜 所以在这次的开放 大家还是鼎力相助 还是鼎力相助 那为什么他们也还在鼎力相助 就是看到我们真的是做得这么做得好 甚至看到每一种道场的成功 开放的成功 让更多人在这边受益 除了求道以外 我们也帮助很多社会层次 真的经济状况有困难的 因为来我们这边问世 随起功德 所以没有金钱压力 让我们解决他的灵脏问题 顺序液脏问题 或者一些不好的灵气问题 处理好没有来皈依的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对社会做了很多贡献 因为这些人有些是病到 没有办法去上班 甚至去养活自己 然后我们这边处理完以后 他可以重新战上 战上职上 能够赚钱养活自己 而且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搬到在50岁以下的人非常的多 这种人 这种人他们能够重新站到职场 能够去赚钱养活自己 其实这个在某一个方面 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各位相信吗 对不对 那我们圣灵公司 现在释迦到场 你们在台南也看我很多处理这种人嘛 对不对 那彰化也很多 那本桥更不用讲 屏东我刚开门的时候 你们这些旧道庆的人看 每天也是很多质倫里的去 我们这些人也很多 广播中华都开门的时候 那时候你看 也很多质倫里的去 是不是 那也很多度亲 在忙书的时候 就开始靠 不一年 我现在 附赛一大堆啦 工作还没孙 那如果老人就 好啊 带夫人回去 学校就好了 不允许你办 天头在那一趟 就知道待会收莫钱了 是不是 对不对 阿叔有放弃吗 有 同样 很敏心跟他们办 办到好去 现在都这样 大家 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好 但是都来道庆做技工 身体力行 做这种才华不适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帮助 多少社会这种层面的人 我们四家道场 都做这么多了 以后我们桃源道场再起来 桃源地区 有没有这种人 当然这种人 不是只有台南有 也不是只有彰化有 也不是只有屏东有 板桥都那个 板桥是在前省最都会的地区 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每一个道场 对社会贡献的 其实都非常的大 这种道场 你们来这边共修共办 有没有功德 有 这如果没有功德 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功德 是不是 你都经常说修行要做功德 要做功德 像金钻小小就有功德 有功德 那不是真的这样 不是 不适合啊 或是念经就有功德 如果刚才我师傅说 就没有出话了 是不是 你如果去堵就 轨在那里 你知道说 很多东西 你们这知道功德 要怎么做这些功德 你如果没有堵得到的 当然 你说这会听不下去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堵得到的 大家才知道 你说这样就没有功德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身体理性 你如果真的没有救度 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再来给你改变什么 今天圣连供 我们有真理好的事 是因为我们有命令的政党 我们这样就扮成这样 今天如果没有命令的政党 我们只跳动 我相信 十地没怎么扮成这样 各位相信吗 冬季的世界 十地没怎么扮成这样 但是圣连供 虽然有先后在扮书 但是我们不是冬季的世界 在传递 你跟书的心痛 你说没有也没有 我没有担心到今天 一间导廠都慢慢玩 我们一间导廠 委员都十地 用百个月以上的 对不对 那么这 十地也有灵力 但是书的 在跟您讲导廠 在胸口 我会跟你讲心痛吗 没有 还是刚才新的导廠来 我会跟他讲心痛吗 那位导廠 如果新的来跟他讲心痛 我头上没有要执事 他们应该 我说了 我也懒得跟他讲 他那种难度不来 有什么 那美类心痛的人 已经去吃了毒药了 吃豆 你听到吗 坏道了 是不是 你如果他讲什么 他就说 我母娘这样跟他讲 我婆娘这样跟他讲 我婆娘这样跟他讲 好 那你去做 是不是 真理分不清 真理分不清 那种人最坏道 所以我去告诉你 什么种人最坏道 法治的人最难度 法治的人最难度 民神通是不是法治 是法治 那另外一贯道的佛教人 法治是什么 因为他很厉害 就是手很好的 是不是 那这样好说 那三个就没来找我 你看那个法师跟我说 师傅跟你讲 我那个金刚精 我可以不用拿湿粉 练到我一字不落 这样我猫念 金刚精不是三两里 他听到一步 经练到一字不落 所以他在佛学院 二十二年的这个学历 是不是 你看 他靠着他 他也不再处理了 对不对 所以他在我的视频 说 严禁没有就都完清接住 他就来 来来生年宗教一看 他再处理好 他才相信说 孩子真的要身体力性 但是 他本来想要求祖 先以后师 也是多帅天来 照顾他 也是没有正途 是不是 对不对 他在楼上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为什么想在你们这边过去 我说 你怎么可以分享我听 他说 那灵可以过去的所谓 这个集团是真的 所以我以前不知道 我都求我没有 但是这个集团是真的 所以我要求祖 我说 好 这样好 你就把无人帮帮我 因为你是大师的 在那里 我真正 嗯 这件事真正 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 他说 好 我来帮帮我 我们无人就把他饮我帮 是不是 无人 因为我就不可以去做 我做到整个 他说这高级 甘队 特格冠到头下 他说 他出了二十二年 从来没有那种感觉 是不是 各位 你看那三部有孙行吗 那当时被姓相做 薛瑞王您做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肩胀有这个孙行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或者说 你看这 我们的生年宫的这个三部 我们的紧脱营年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事 你看我帮车一贯都在钢丝三十八年 我说 丹权师三十几年 我说 丹权师就叫你 丹权师就叫你 当时就叫你 我说你三十几年来我来这么多的 你如果醫管道來講 你這是起司不做 他說 完全這次渡過了 我如果沒有來歸醫 不知道坐牠會聽到 因為醫管道來都知道 歸醫之後如果沒想到 添粉掛生物有可能有肚子 他們都知道這個道理 他說我如果沒有來歸醫 歸醫後不知道坐牠會久 他們都這樣想 有正確沒有正確 是不是 真正確 後來他們歸醫之後 真的就是穩定穩定 就是穩定穩定 也堅定到我們的散步真 是不是 我說你們以前的老前人 你們的經理不是跟他說 文青街主進行的時候 你就兩五月前跟去用費用就好 他說有了 很認真而已 但是也是不好 他也問我為什麼 我說這個也不能改善 但是我知道生年宮的散步 只要你們輕配合 一百月九十九月五號 對吧 那你男朋友來幾月之後 都要好 不好意思 一百月九十九月五號 是不是 因為心態要對 因為 就是你要有公帝給牠揮 這個文青街主 他去那裡擠到 但是我們的公帝 還不是說 叫你要開支 就是叫你要身體立行 來這裡修 認真做 這樣而已 你看我們在這裡有 這幾乎都很穩定 不論在事業上 還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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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身體上 改善的很多 所以至於呢 你們有真經求這個 周先生文青街主 英靈影響 對 現在都安定了 全部都安定下來 對不對 這是不是我們的三部 建政了一個屬性 建政了屬性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三部 是這個米勒淨透 那所以它有稱為 什麼龍華三會道長 各位 社交文青那裡 兩千五百年前 在要立場的時候 我們就做給牠們問 社群你立場之後 我們就交眾好奇好眾 他說要醫改為師 對不對 以借為師 那麼要依法不依人 那麼他又很清楚 跟阿蘭尊澤說 未來他立場之後 第五的五百年後 將有這幾乎 會在這個龍華雄 為眾生修益傳達最好 那麼處復名為主席 這是印度的 那麼反作中文叫這個米勒 那麼這個龍華雄 就是米勒祖師傳達的所在 叫做龍華雄 社群的說是叫做龍華雄 所以有稱為龍華雄 有稱為龍華雄 有稱為龍華雄 這跟社群毛利在世的時候 他正經在印度這個0933 在傳達的時候 有稱為龍三會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各位清楚嗎 那麼米勒會為什麼 會稱龍華三會 如果他一貫道在說 青陽的時 人等會長天盤 紅陽的時 社群毛利有長天盤 北陽的時米勒祖師 長天盤 米勒祖師 就是在天使英文第三級英文 有稱為三會 有稱為三會 那麼武警農廟在龍華 庫正經 神經復蘭貴 他說龍華雄 農軍說 二會 積聖佛三會 米勒祖 這也很清楚跟你們說 龍華三會 初會是太上農軍 在英文 二會是積聖佛二會 三會是米勒祖 是不是 所以米勒祖師說 書齊的 因為他在龍華雄 傳達 所以他這個會 有稱為龍華會 但是他是對這個 初會二會 一直英文到第三會 才對於英文的時候 所以才會稱為龍華三會 各位清楚嗎 所以我們外國很多龍山 常常說 要去龍華會 積聖佛三會在那裡 飛靈 其實龍華會 真的意思是 叫你要救助 不是叫你去飛靈 但是現在龍山都這樣做 你看那是對不對 因為 帶你的人無敵 甚至於廟為了利益 說我們現在要來開一個龍華 發威 超多大發威 就是叫你來參加什麼 原親這次 祖先英靈 聖佛一支六伯 是不是 這樣而已 這樣有救到哪裡 有的沒有 沒有啦 各位 很多很多人 呢 出生來都沒有人 那 sy ostr菁 如果想參做破ope 台發火 是天祖 人祖 地祖 但是你人都沒去 這些人作的教育 都沒做得 Castro 你有在賭什麼三座騰人 各位父親 你看你們在這裏 也就你們有救渡 你們現在我現在就給你賭 剛才師傅說 雙反賭等你救渡後不收 也賭不怕 這幾年來應徵到嘛 是不是 應徵到這個針的時候 你來看 你去參加一下 我會默默就不用去 你跟他看有好嗎 有好嗎 他們以後再參加師傅跟他講 他們以前不賭就算了 現在聽完又傻傻對人去背望 師傅跟他講 沒差你在走 沒差你在救 沒差你在收 哪收哪不得 是不是 你們真想這也不是這樣開發 是不是 師傅經常跟你們說 報師要做意義的工作 報師這樣有公益 如果報師是跟他們作業的 那麼這個報師你有福報 但是你也有業 譬如說你的業 如果有可能去惡鬼 或去這個畜生島 你一樣要去畜生島 這是你福報真好 做什麼 寵物 是不是 寵物現在有好名嗎 那位吃比人更好 比人更好 比人更好 但是畢竟是畜生島 一樣有輪迴 所以報師這麼多有意義嗎 但是未來六都輪迴不準 這個地球已經在進入這個工業 這個工業 那邊畜生島人都沒有了 所以你做了一個報師 你沒辦法來轉生 一樣要落地下 如果你的報師一切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理由 對不對 以前我們報師做了很多的 生活很困難 我們後世的人過來做好的人就好 所以我們更過來報師的 你有這個念頭 也不能跟你說不對 因為你喜歡做人 但是未來你想做人都沒有 甚至於更低級一點 你連想要做畜生島 你都沒機會 對不對 那這樣子要不要認真修 是不是要一個淨土一個法門 那這個道場 那這個道場 要有淨土有法門 才有辦法真正做到三草弧度 可是你外面很多無線的道場 包括大廟 你都聽到那邊看 金粉度沒有在傳統 都是叫你們去那裡 十號會這樣而已 有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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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如果說可以的話 你滅我的良心 我如果說不可以的話 很多人沒有飯吃 你知道嗎 如果說的很多福高 就沒飯吃了 別說福高 就有很多飯吃了 是不是 他說但是呢 我把它兩害其其一 對不對 至少你要馬上 開這個超度法會的時候 至少你要叫他們那一些 有參加法會的人 來一個講堂 給他開示一個鐘頭 讓他們知道 參加這個法會的意義是什麼 那至少這一點你要做到 那這一點就 是不是跟師父講的一樣 你們人有修才有辦法度 有沒有一樣 有 有良心的法師 講出良心話 對不對 你看你們台灣人 如本法師 說現在很多福高都 為伴 他在世的時候都沒有在念經照度 現在大家都在 關經濺 關現金 那你們台南的如本法師說的 是不是 各位在那邊看 這都是大師 都是台師 記得 現在我們台灣都非常有名的 有名的這個台師 都講出良心話 都警告众生 修行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不能盲目 但是现在众生因为工作盲目 环境盲目 很多大师说 你可以布施供养佛 供师布施怎么样 功德无量 你不用来 我们炼精帮你操度替你回向 这小哥也当人带你行的 是不是 有这样 这样神父就不用来洗肩传度 是不是 摄家摩的教官他在读导后 他就会快速 让大家来拜拜就好了 不用在这里传度四十九年 是不是 用白的我都度重生 教官摄家摄家 是不是给他视线内盘 更快 对不对 他为什么还要传到四十九年 他说定月不可转 摄家摩的说众生修道 有三件事 是诸佛菩萨做不到的 不会再来干扰你们的 非常的多 在圣灵宫不断的显示和印证之下 让圣灵宫的三宝新法 经过我们这段期间的印证 达到我们深圳讲的 道真 离真 天命真 慢慢在这个台湾社会 让更多人了解 形成一股新兴宗教的力量起来 但是圣灵宫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走向商业化 或者因此走向金钱买卖的方向去 你看你们来这边问世都随喜功德 什么叫随喜功德 我没看到你塞便书来就说我给你拿一万 也没看到你没钱就不给你扮 我正经我扮五十几个 因为我打开五百块 以前 以前我设计今天扮那些 收十几 我看来表示我们今天好事做很多 对 五十个人只得六十百也要五千 是不是 对吧 我看不对 对 是不是 打开五百块 表示四十五个人没落 是不是 这样有在做好事吗 有 这样又没做好事 什么叫做好事 你不知道 可以把事物够一下吗 是不是 所以如果当中在这里 有在做公德吗 有 因为我们帮助很多 这种人他们可能也不是不妥 可能他们真的是 生活上很多财政压力有问题 对不对 这样我们对这个社会有公言吗 有 有公言吗 有 所以人们说叫你们去到道场 共修要去那里做公德 做公德 如果这个道场都在这里练财 你来协助这个道场在练财 那你跟这个道场供的是二业 那如果这个道场是在做善事 那你跟这个道场供的叫做善业 所以道场是一个集体供业的地方 这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如果找一个道场要修行 你一定要认识这个道场你才可以进去 不然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你不知道供业的可怕 对不对 供业的可怕 所以你进入一个道场供修 或者要求道 要不要了解这个道场 那圣灵宫为什么会因年越来越记住 因为大家经过这几年 因为板桥道场已经二十年了 台南也满六年了 屏東也满三年了 彰化到这个十一月份也满一年了 长时间的经过道清的印证 圣灵宫传道的理念 怎么样始终如一 对不对 顺顺弦选上年四大宗旨始终如一 不会因为圣灵宫壮大了 就开始走向怎么样 商业精明 或者卖东西 对不对 你刚才在这里说 哎,收一下 收一下 这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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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外面有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有没有 não 我跟你说 别说没没有来加钱 现在 Tag Boost 口气 一條賣一萬人就買了 你相信嗎 聽著看書的在那裡 你會想買這條有價值 或是頂頭又結現性相信 那條十字 又十萬就買了 是不是 各位你相信嗎 你看 慈祭賣那個什麼 宇宙大抉擇 你看那一尊都幾十萬 那本錢就是一萬 對不對 是不是 各位父親 師傅會不會利用知名度去練才 會 會 應該師傅做到今天還是一個月兩萬三 各位我的兩萬三是 沒有辦到那一天吃飯要自己花 是不是 吃飯要好自己 對不對 這樣子會不會是因為 當中幾毛大跟你們說 欸 師傅不用這塊十萬好多 我敢沒有那個行政嗎 是不是 對我以前在天董營辦書前的書家說 劉賓秀你來我一塊六萬好你 我不用 我自己要作用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還沒想起說練才 不會 我以前在天董營辦書前 今天我要離開的時候 他跟他說劉賓秀你不要帶我一塊六萬好你 我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我們這國中必須 一塊六萬這麼簡單 但是我以前是生理人 對嗎 那時候我在天董營辦書前 去醫生 我是開房型服飾店的時候 那時候 一年的營業廟都兩三億以上 其實那個情況是看不在眼裡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現在呢 我都把事業家庭都拿完前七了 我一個人做得不成功 現在如果我都跟他說劉賓秀 會不會動人 會 但是我會不會去要求聖靈公 要那麼多給我 沒有 我如果跟你們要求你們也不敢 沒有 沒有我就壞辦了 你們有十團嗎 沒有 有十團嗎 沒有 沒有 對嗎 那你說師父怎麼會這樣做 沒有 所以這個師父就是想要傳導 在商業上我會曾經什麼樣 風光過的人 對不對 我這樣一晚上去那個 對不對 去酒店 以前 代表有一間化妝化 我這樣一枚 叫三十人進去 他剛才花三十萬出來了 是不是 三十年前 三十萬天他買一間房子 在三頂部天他買一間房子 我一枚也開到 一枚開一間房子 是不是 各位 你看現在師父 輕輕輕輕輕就是在傳導 這個人生的生活 人生的改變 其實就是不一樣 因為也是因為這樣生活過去 所以感覺知道那個錢 開掉才是爛爛的 但是現在傳導沒了 酒也沒辦法喝 酒也不能飲 本來不能吃 本人也不能吃 酒店更不用說 你拿了錢你要開什麼 所以我開工店 告訴你你十萬給我 我不能開 我不知道要開什麼 每天吃好 可能醫生電 就叫我們來減肥了 是不是 比較減肥給我看醫生 走不去 對不對 真的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當中還告訴我 一枚要十萬 十五萬也很好 你告訴我 我一枚要兩萬三 妙孫 跟我做幾家都吃我的 我還有十春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告訴我 你一枚要十萬五萬 我怎麼煩惱呢 我不知道要怎麼開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人生 走到這樣的時候 你就有所體悟 真的是萬半大不去 為他這個 夜水生 是不是 但是師父 看到聖靈宮的成長 看到聖靈宮的壯大 看到聖靈宮的三寶心法 幫助了那麼多人 度了那麼多人 比你堅一億給師父 我還要高興 各位相信嗎 相信 各位你相信嗎 一個人說師父 你當中收拾我十億給你 我會選擇我要繼續辦到 你相信嗎 你的錢我看多了 就是你十億給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花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我辦到就不一樣了 我看到每一個眾生 進來的時候 哀哀啼啼啼 會經過一段期間的時候 健健康康 那種心情是金錢買不到的 那種法喜真的是一個大修行的一個感觸 對不對 這個金錢可以買得到嗎 買不到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辦到 辦到有很多 你用金錢沒有買到的東西 會讓你的心中慢慢 怎麼樣 讓你發現 他的好 他的殊勝 他的法喜 有些人說打座 法喜要靠打座才能達到 錯 難怪一貫照的聚工師父 有一次人家那個道琴問他 師尊啊 人家在聚座這樣進入法時 我們一貫都只有吃三部 還說到人都沒有在打座 你怎麼會在打座 聖書就說 爹主你 說爹主啊 你不在座 認座 是不是 他說 聖宅情深 不是打座 這句話 爹主傳道以來堅持到 聖宅情深 不是打座 因為當你在法官在辦桌的時候 你的心清淨 無憂 發喜 這個要不要打座 有時候真的不必靠打座 你可以達到這種境界 因為你的心 樂以行善 樂以行善 你的心慢慢的就怎麼樣 進入了喜樂 沒有煩惱 你的煩惱越來越少 為什麼 因為你行善而得到了喜樂 你的喜樂多以煩惱 慢慢你的心 就會怎麼發喜 這個就是你們進入道場 共修的好處 那麼我們現在四家道場 給很多道卿不用老遠的跑 可以方便修行 所以建立一個道場 讓道卿可以回到道場 共修 行功利得 或者吸收知識 讓你智慧增長目標確定 這個是不是一個道場開放 可以讓眾生方便求道修道 甚至於可以在這邊行功利得一個好環境 如果今天沒有台南道場 我叫你們去屏東或者彰化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遠 還是會 經濟狀況好的 有車子的可能 沒關係我一個月來兩座 如果經濟狀況壞的人 就放棄了 對不對 經濟狀況好的人 也讓你一個月來兩座 但是你們現在一個月 一個禮拜來兩座 多多 為什麼那麼認真 因為很近 對不對 所以開放道場 第一 能夠方便度眾生 第二 因為能夠因方便度眾生 讓這個道能夠讓更多人來求道 不會因為交通上的問題 或者里程的問題 我要放棄 因為我們這個注重的是先得後修 如果你後修這一塊沒有做出來求道無益 那如果萬一路程太遙遠 那這個後修這一塊 可能會有很多人做不到 會有很多人做不到 甚至於沒有有心無力 對不對 你看我們開放的彰化道場 那時候很多人都是一個月來一次兩次的道經 應該大家都有看到 現在每個禮拜都去 甚至一個禮拜去兩次 對不對 有沒有 你要造就他們共修的力量更大 更方便 有 就是開放的殊勝 那麼這種開放有沒有價值 有 有價值嗎 有 它的效益是非常高的 它給社會帶來的 這個福報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們也幫助很多來問世 可能沒有歸一的這個顯然信錄 可能經濟上有問題的 我們也幫助了很多 如果講利益眾生 那這一塊我們所有的道場也做了很多 對不對 對社會的貢獻也很多 因為這些人都因為我們的幫助 它可以重新去職場上 去賺錢 甚至可以養佛自己 不需要家人的幫助 對不對 沒有道場它可能成為家庭的負擔 因為你沒有辦法賺錢 還要給你生活費 甚至於嚴重的還有醫療問題 對不對 我們幫助多少這種人 是不是 那這種人 在社會上是不是一個社會問題 是不是 那我們有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 有 多多少少也幫助了社會問題 是不是 就是我們聖連宮 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是不是 那你說 我們開芳 對社會的貢獻大不大 非常大 這種開芳 有沒有價值 為什麼 我們從板橋 台南屏東 開芳成功的時候 每個道群 那時候在開芳彰化道場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道群 都有一股喜悅的在餐裡開芳 為什麼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你看彰化道場都還沒有安坐 就要開芳桃園道場 那個道群也是有一種喜悅的期待 在等待開芳 這股力量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他們看到聖連宮的真 來自於看到聖連宮真的在利益社會 也看到聖連宮的淨土是真真實實 聖連宮規模越來越大 也不會因此有商業行為 看到聖連宮是真的一個在半道的道場 聖連宮不講政治 不允許有這個直銷進入我們道場 我們維持了三清四政 聖完清 錢財清 男女清 你看我們這裡 靈療南種做南種 越種做越種 男女之間常常教育裡面講話要有分寸 要互相尊重 對不對 你看外面走靈山 經常走到對門城上去 對不對 多不多 好多 我以前朋友看很多 是不是 這個好不好 好 真的 很差 很差 對不對 我們這人到底想要不會 你看很多人 剛才說他們老公沒來 現在他們老公就叫他來 第一 看到你的人老婆 很正常 不會他們去那個道場 變不正常去 是不是 看到你走走走走回 也很正常 不像以前在聖連山的時候 老公 我們在當中 我們要去結婚去哪裡三天 甚至有的都走國際上來 齁 出去就要一禮拜 對不對 現在台灣走不走 走國際上很多 是不是 你覺得 你一個女人跟人這樣出去 你覺得你老公沒煩惱嗎 或是你一個原家的老公出去 你真的在家裡困得會嗎 真的會嗎 大家都不敢跟他們 你看 是不是 證明師父講得真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寧山道場 會不會造成修行的困擾 甚至於呢 產生社會問題 真的有 很多 聖連光會不會 不會 就是聖連光的優點 很多人 剛開始很多是有家庭反對的 現在都不會 對不對 另外我們本財校有一個師姐 多禮拜三去 他真的長非常漂亮 啊 真的 對不對 他去當場的時候 他說 教我們參與最好 是 我好喜歡來道場 但是我老公 都不給我來 所以直播能不能 不要照到我 我看他那裡很深 我告訴他 是不是 沒有 如果說來這裡叫我辦事 叫我證明師父 叫我證明師父 我就叫你不要來 我為了你坐 我什麼都不用做 對不對 這樣啊 後來呢 那天不一定不一定 結束這個協調 我說他不是不能上證明師父 不會 現在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老公說 我來聖年功以後 脾氣改很多 他說 叫我繼續去 我說 最重要的是 你的生活改變 我們當初 我屁股住在這裡 要開門的時候 李清禹師姐 他每次買來的時候 他兒子回來都會生地 後來 他兒子現在去屁股整個 為什麼 因為他的答案也是 他老公的感覺是 他 都不會再吵架了 不會再跟他吵架了 對不對 而且來到這邊 也很正常 因為他以前還沒來這裡的時候 他都跟他媽媽去照零散 所以所有就很凶 對不對 這樣就沒有了 各位 所以師父 如果說你照零散 如果不認同 這樣鄉隆施了 坐去 是生也不正常 出來的人 如果過世了 又真的這樣 生態有改 行為有改 對吧 本來是一個好爸母 變小媽 對不對 這樣子他會不會喜歡 會 會不會 你如果小媽 變好爸母 你人家絕對不給你來 是不是 我以前在早零散 讀書 怎麼說 我說 收音很好 我以前不是我的讀書 沒有失敗在哪裡的時候 說 收音 他在騙小子 以前我媽媽沒有修的時候 還知道 做媽媽要把公子尊重一下 現在都拿失明 在跟他媽媽 說了我 聽一下海嘴 我說 是怎麼搞的 他每次都跟我照零散 都關心不蓋 跟他媽媽 對嗎 對嗎 就這樣好 好 好 怪怪 怪怪對不對 對 那是這個 怎麼他會 同意你去修 圣经说会鼓励你们这样子 不会 不会啊 圣经有的人来说 师父 我今天跟他聊天 聊天我去教学 说这样不行 要改 等着叫我闭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圣经说要教育啊 要不要教育 要 因为我们的教育对 所以很多家庭就 慢慢的就不会阻挡你们修行 所以你们走对了道场 你们修行之路也会比较顺 这个是千真万切的 所以我们要不要理解这一块 所以找对一个道场很重要 所以师父也是希望 一直要求圣灵工 能够把三清四正做好 那我们目前四家道场都 管制上都非常的好 至少我们的委员 现在有超过差不多六七百个人 都没有什么问题 到目前你们来泰兰这么久 有没有听到兰尼世卫的问题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在教育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 就圣灵工可以让很多人来这边 可以安心修行的地方 要不要教育 要 要 所以大家 要共同去维护这个环境 要同心协力去维护这个环境 要不要 要 因为师父以后 如果在五家道场起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更忙 那么我们这边管理都是会由主持 副主持 全前去指导 对不对 制度化 所以我们的左向是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左向这个组织管理化 简单来讲企业化管理 对不对 那这个道场就会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助度 在这边执行 让大家可以来的安心 回的安心 清静 这个道场才是一个好修行的道场 才是一个优质的环境道场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 只有两三个试会出来 有可能就碰碰硬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你看你们 搞不好你们这些新道心来半年左右的人 有没有听到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或者在这边被恋裁的问题 有没有 各位你们注意 我现在桃园开放已经启动了 我有跟你们说 对今天开始你们一个人要付这五万吗 有 不然我算给你们听 我们这一万七百年 一个人付这五万五七三十五三千五百万 我太得了我那些钱 一个人要付这五万会困难吗 我跟你说 若是真的要给你们拼了 其实五万会困难 但是有时候也不要这样做 好 不要说五万三万就好 三七二十一万两千银 对不对 我如果要立即的目标 我不是很快的 是不是啊 你看 如果要一关堂去廟 你们的营业要缴百分之十回来呢 你去基督教 你看你的薪水要五百回来呢 这你们知道吗 一关堂也同样 对吗 师父不可以做吗 不是 因为师父没有希望这样做 师父希望你的父亲在这里想要 你被剖析你也要主宰 对不对 对 你要真的热心去做 不要有一种被迫的感觉 或者被逼的感觉 那这样子你的布施的意义就差很多 因为你的布施是心不甘情不愿意乌公乌德 各位相信我 乌公乌德 但是如果是真的你们发心的呢 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这次已经桃源启动了 你看师父有没有下达 每一个皈依地址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们开放每一家道场 救到群都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做做过这种事情 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们坚持我们这种理念 所以我们现在人多 还是不希望用这样子做 那不然我刚刚算给你们听 好 我就启动三万了就好 对不对 会不会达到 会啊 我跟你说很快的 可能一周就到了 是不是啊 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做 为什么不这么做 各位 那你就知道师父求的是清静心啊 对不对 师父要求的是清静 而不是怎么样 为了目标赶快完成 下达一些不合理的行为 做法出来 让来这边归宜的道卿本来很翻识 因这个政策而让他们怎么样 有压力 有压力 对不对 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做 我们宁愿让我们慢慢的去承担 也不愿意给到亲 可能在经济上有压力的人 产生压力 对不对 你看这里正经济好的人 几十万多万 甚至上百万都有在捐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比较自然的捐款方式 对不对 就是比较自在 好,因為時間關係我們講到這裡 好,大家請合掌 來,我們現年少年、武警、農廟、天明、港度一、生年宮 我們米勒祖書、宏祖、台灣族筆、普耀人倫 我們現年少年、建立生年宮 讓我們有道康求、有道康收、有道康幸 廖遠、盛道、南無米勒